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欸 好想睡覺 好久沒有出門了 上次哪裡 台南 上次C300那時候 這麼久了嗎 這麼久了嗎 C300也還好啊 兩個月 不只吧 時間過分快喔 C300還沒上架耶 好啦這個今天要去台中好不好 我跟你講 大家在叫我買新車 我跟你講就來了 幹嘛買新車 有二手車買了幹嘛買新車 買回來拍片拍一拍賣掉的折舊 我們不如先讓人家折舊完 我們再拍 這樣是不是比較划算 我們一定要趕在人家回來 把它拆解之前先拍好你知道嗎 要先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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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現在鼓鼓鼓鼓鼓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大把了耶 睡得很爽啊 你睡到打呼耶 真的喔 那為什麼沒有 這麼丟臉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沒有啊想說算了 這麼丟臉 要跟我講啊 這樣我整個都沒有那個了 好 我沒有拍很不錯了吧 你自己要叫你起來跳一個球佛而已 死就不起來 我在那打呼 你也不敢打我一下 你自己黑包那麼重 不然你現在跳球佛 我就原諒你啊 在這邊跳啊 好啦 我們等一下要去沙路是不是 他會載我們去他家 所以他要來載我們回去他家 對 那我們快走了 快走了 現在我們要去走海線了 走吧 這很帥 有大包耶 好帥的包 哈囉 嗨 改這麼帥 洗皮新車 這不是新車嗎 這插前面掛一個彩球耶 而且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燈這樣看起來 有沒有像 搞不好還更豪華耶 好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沙路 那這一台呢 我看 夭壽啊 5月25號領牌 今天才6月15吧 領牌才過了20天耶 那我們回來拍完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先不看了 好我今天跟車主寫合約 那寫一寫我們就把它先回去 哇車主好多車全部都白色 車牌都一樣耶 我們車牌到時候要馬跳耶 不然哪有名耶 人家一看他車牌就知道誰了 我跟你講 欸你看一下 看他汽車旅館耶 有沒有 高級喔 有沒有高級 很大 對 旁邊就客廳上去 樓上就住家 每個都鐵門 一看就是我心目中 我想要的房子 我想要的房子 欸 他車放在櫥窗前面 他坐在裡面 可以觀賞自己的車耶 很爽 對不對 好啦我先帶大家簡單繞一下 有需要講這是什麼車嗎 沒有吧 應該看得出來吧 對啊他看標題也知道嘛 好不好 啊這個 黑色的蓋子 這裡有盲點 這裡有個氣氛燈耶 帥有沒有 電動椅 啊BZ4S的 這個是小望族儀表耶 欸 我告訴你BZ4S 這是名門望族 名門望族 我記得旁邊有 旁邊有 對嗎 這比較沒錢的啊 啊 BZ4S那個才是望族 方盤是一樣的 小懶叫排行頭 這褲子脫下 女生看到這個會 會笑出來咧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齁 他們那個TOYOTA鑰匙好像現在只有一隻啊 兩隻機械一隻晶片 好像說什麼缺晶片 只叫一隻 說下一隻以後補 不知道他補到什麼時候 我說補補補補 好發動一下 燈來一下 燈來一下 這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那個叫什麼 什麼充電 無線充電 而且他有那個 這叫什麼模式 銀冰模式 好啦 反正他這個自己退後 全部都是黑 黃色都塑膠的啦 這個皮的 全部黑媽媽 黑媽媽就好了 我覺得他這個鋁圈才是奇葩 這鋁圈真的很奇葩 他這個是用暗的 可是還有做一個機械的 這個是機械的 可是機械的很難用 而且我跟你講你手指不夠力 你還按不下去 你看看 我覺得你按不下去 手快斷了對不對 看一下後座空間 剛剛他現在是迎賓退到最後了 所以後面其實還蠻大的 那他是不是一邊是油 一邊是那個 要解鎖嗎 還是他有拉的 欸好像要從那邊拉欸 喔這裡有個油箱蓋 欸這是油啊 阿電呢 這邊應該是電吧 阿電要怎麼開 喔電視用壓的 欸有沒有蓋子喔 沒有蓋子保護喔 我也會有個蓋子保護耶 喔他後面整條燈 可以開吧 長按 欸你看這客廳這樣看出來 自己的車帥 這個插頭 欸這個黑啊 BD-Boys也有 跟他一樣 對 後面蠻小的欸 欸對後面高度很高 他後面真的墊的蠻高的 啊我看墊的蠻高 是因為他 喔他用墊的啦 欸他這保麗龍不演的 直接給你保麗龍色的 白色不要看黑的不要 對這至少要用黑的吧 這不演的 真的看就像 你去買海鮮的時候 他會裝一個保麗龍箱給你 裡面灑碎冰有沒有 好啦就這樣啦 搞定我們去跟車主合約寫寫 不要耽誤人家太多時間 帥 欸我們新車發表影片才上 阿今天就簽新車了欸 好啦路上再跟大家慢慢解釋 為什麼車主賣車啦 好不好我們先去吧 合約弄一弄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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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叫活捏 很好吃捏 7月15號 讓我們回到17歲 創作者原油會見啦 蘭公散欸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急速科技 轉營車用3C音響主機 588 怎樣 剩588欸 好焦慮喔 我們到了台北嗎 今天又下雨又逆風欸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啦 左青龍右白虎啦 左邊可以加油 右邊可以充電啦 我管你是 風吹是曬雨 你管你是這個 逆風還是順風 下雨還是好天氣 我都不怕了 因為我剛一坐上來 看到這個儀表啊 回想起高雄那時候 純電行駛聽說 大概可以開100公里啦 開起來真的 有點像P4S 但是我跟你講 重心P很多 所以就比較沒有那個 晃的感覺了對不對 對 怕蠻多的 怕蠻多的 如果我們當時我去買新增 我們是不是會歐死 會啊 這可以講金額嗎 可以啊 買那麼貴 哈哈哈 多少錢啊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啦 觀眾看到這邊 你講錢它就關掉了啦 我們後面再講 哈哈哈 不然喔 你下次把金額 放在最前面當破口 我跟你講 大家都只看前面30秒 就關掉了 哈哈哈 可是我連新車 多少錢都不知道 新車137 137 好我等一下讓你猜 沒關係 新車137 這個我們剛剛是去沙路 這個是這個 車主啊 之前聯絡我 買了這台車 買了13天 交車13天 然後說想要賣 問我收多少錢 我說欸 奇怪了 我說啊 你怎麼不開了 他說開不習慣 他就很單純這樣講 然後呢 我就問他賣多少錢 好他就說 我要賣 嗶 我說好 那就約好就來了 結果到了現場才發現 不得了 他的車應該有10台吧 我猜 因為他說 我們剛剛去看到那邊 有沒有 他那邊是新家 他說他舊的家還有停車 剛剛那邊就6台啦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 豐田的愛好者 台灣就是 不乏這樣子的群眾 才讓TOYOTA越來越秋 哈哈哈哈 死忠欸 他的車不是 TOYOTA的 就是Lazos的 然後每一台都白色 然後每一台的牌 尾數 四個號碼都是一樣的 他為了這個車牌 都一直要去標牌 一直要去標牌 他說他要從 8千標到 3萬不等 所以他每一台車的 後面尾數四個字都是一樣的 這個人應該是有一點點名氣 這個我們這個觀眾應該是有一點點名氣 他應該一些這個 汽車色傳怎麼 聽我們這樣敘述 可能搞不好就知道 是誰了 他本人很低調 不願意上鏡頭 結果後來聊一聊 我們才得出一個 真正的原因 因為他要去買一台跑車 Lazos的跑車 他就想說 處理掉這台 那的確也是開不習慣 根據這個車主的敘述 他說這台車 感覺就像 忘了加鹽的湯 他還有用這種比喻 這是他講的 這是他講的 他說他覺得這台車開起來 對他來講 有點像忘記加鹽的湯 少了一個味道 對 平淡 也不是說不好 但他就覺得太平淡 你看他說他寧願 他還有一台ARIS 他說他寧願留著ARIS 因為兩台他想賣掉一台 因為他要買跑車 他要清一個位置出來 所以他在抉擇 後來決定賣這台 因為他覺得ARIS開起來 還比這個有樂趣多了 當初看那個 說什麼油電小鋼炮 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油電小鋼炮 他說他覺得開起來 那個樂趣 他覺得比ARIS還要少 他說電的時候是好開 但是他覺得有時候到了 可能是調教的問題 他說到了這個汽油切進來的時候 他覺得那個力道 就覺得比ARIS還要差 所以後來他就決定 把這台只交了 兩個禮拜的Prius賣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好險 當初沒有去買新車 我們這一次一樣 有新車可以買 剛簽約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好啦我還是講一下價錢 要不然我故事沒辦法去講下去 哈哈哈哈 來 2023年的Prius 交車20天的新車 阿丹你覺得多少錢 新車137 對啊 新車當初買折價5000的 135 阿丹你這真的是夠行情 我那時候在訊息中 問他賣多少 他說130萬 我說好那你什麼時候有扣 哈哈哈哈 我大概只要想0.1秒而已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答應那麼快嗎 我坦白說我們買130萬 我們應該沒什麼利潤吧 這車應該不可能超定價 現在應該也沒什麼超定價的車了 當初我問他130 我說好我就來 然後剛剛他自己想一想 他在車上 因為他從車站載我們去他家 其實我覺得他言下之意 有一點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我們到他家 我發現他還是沒有缺錢的人 對不對應該是吧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吧 阿丹我再問你 我像有缺錢的人嗎 你看起來 我看起來像嗎 你有在想喔 你現在在想要怎麼回答 這個節目效果是不是 沒關係 Follow your heart 你覺得我看起來像有缺錢的人嗎 不像 我也不像嘛對不對 那就對了 大家都不缺錢 然後他剛剛在車上想說 不是小事我有點不好意思 他說這個車啦 新車137 我賣你130萬 我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到了他家 我們在簽約的時候 寫到價錢那一排的時候 我本來我是想要說 阿還是 你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點 後來我又吞回去了 你知道嗎 我就沒有說 我就直接130萬寫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相信我跟他開口 他應該會 我自己直覺啦 應該多多少少 他會意思一下 但是我又覺得說 有時候跟這樣的做生意 為了這個幾千塊錢 阿想說算了 我就直接寫 寫完之後阿收一收 我就說 好啦那這個就OK了 他說 阿小事你都沒有跟我 叫我算你便宜一點 他說小事我想說你開口 我就答應你 他在等你開口 對沒想到我沒有開口 不是啦 因為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個車啦 講難聽一點 我們買新車回來開箱都是有可能 再講一次 有時候我們不是在計較那個 五千一萬 那真的是感覺的問題 我相信對誰都是 對不對 他今天至少不是 我們今天要來嘛 前一天跟我們講說 欸阿我這邊有人要跟我收130億 對不對至少不是這樣嘛 那感覺 當然OK 就七七八八嘛 對不對 阿好客人你開口 撿一萬給你 阿是不是變 有喊的人有糖吃 對不對 前一天說 打電話跟你加一萬的 阿他就有糖吃 你懂我意思嗎 點點的 比較乖 阿可不算我便宜一點 好我便宜你一萬 阿那都比較倒楣 那會不會變成說 有時候我們做業務這個 這個行業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 好像都會被人家覺得 好像柿子挑軟的吃 對吧 硬的我們也吞 好軟的吞更大口 阿好客人我們要珍惜啊 對不對 你去跟他喊那個一萬五千的幹嘛 對 那客人很好啊 交易也很阿沙里也很爽快啊 我要簽合約 我要跟他解釋 我說這個地址是我們公司的地址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不用小聖 那個我相信你 你車就在牽走 我都不擔心 我們出來做生意 聽到客人這樣 我們就開心 對不對 當然SOP我們還是照走 只是說 有時候聽到客人這樣講 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代表我們的社會信用 至少有值 一百三十萬嘛 對吧 很開心啊 好不好 這個趕快回去 找機會 開箱一下 拍個影片 就像我講 趁家還沒有拆之前 我們趕快把它拍一拍 2023年喔 Prius 我們最後 已估的價格 一百三十萬元整 那這個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 海啟小鈴鐺 期待我們的 試車影片 油墊小肝炮 拜拜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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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幹嘛 怎麼突然就照著我 我在研究這什麼車 法拉利啊 它跟法拉利的頭長的一樣啊 你確定 確定 你不要騙我不懂車喔 真的啦 啊這個 這個怎麼跟那個一樣 比較矮一點的 BV4X 它有引擎嗎 有電應該也是有引擎 我看一下 打開看起來 我剛還沒打開看過 啊這怎麼看起來跟 Orus的引擎一樣 看起來很像啊 哇它鋁圈 用的蠻大的咧 幾吋 看 總共十八九吋了吧 十九啊 喔只有這十九喔 對啊這很大啊 配上十九喔 黃瓜材質是亮的 亮的我覺得比較好看 比那個黑的還好看 黑的都霧的 那你開這個 你怎麼開 這樣啊 反手啊 不然這樣加這樣 這個也可以按 這什麼 機械式的啊 按什麼 開門的 沒有啊 力高片 幹那麼深啊 這樣怎麼黑開 幹這雙後 你很壞提的咧 說實在的 對啊 要壓很裡面 好啦我還是這樣開好了 這燈應該是現在都貫穿式了吧 我比較好奇下面那是什麼燈 我試一下你看一下 我先發動 有料嗎 有啊 護燈啊 吃嗎 對啊 它倒車燈是什麼 下面兩顆耶 外觀我覺得還可以 滿有那種 油線型的 動力我覺得就沒開過不知道 2.0 都是同一顆引擎應該是2.0 馬力綜合 這樣綜合起來應該 重效馬力應該還不錯吧 好像200多粗 對啊 架起來應該還可以啦 外型我覺得還可以啦 可是如果認真講起來 對我要講空間還是小了一點 對我啦 我個人啦 對阿呆應該是可以 因為你就是兩個人而已 對 沒有我一個人 好 我想多一個人給你你也不要 阿呆是一個人啦 對啊 一個人還是夠用 可是後續箱不是很大 因為你打開有時候 那種視覺的差異你知道嗎 打開會很大 可是蓋起來你要記得 它是鞋的 它是鞋的 你會莫名叫被消掉的一些空間 有空我在開箱 我開去玩一玩 不是開箱 我是開車